逢星期一至五,黃昏六點到八點 不扮高深,扮球均震,啤梨漫步 節目主持人,啤梨林匡正 唔咱ť不叙迭老 thanks 哲学生 快哭 好 回來看第二節的《啤梨漫步》 我們首先要回應一下網友 第一 我覺得不會有人扮演《沈四海》 我相信在《啤梨漫步》《沈四海》就是我們的《四海》歌曲 今晚大家留意《四海》今晚也會上《老闆記》 會上《南皮書》的節目 說甚麼 不知道 好像是說《跳頸嶺》 是的 今晚不是每次都說《台灣嶺》 預計之中都相當精彩 大家繼續留意這個節目 如果想多喜歡聽《台灣》的話就聽聽《MIHK》 星期一《四海歌曲》主持和年輕人《瘋子》 《四海歌曲》《瓦格尼公》 《我跟你賺》 即是《我跟你說》 這個節目都做得非常好聽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另外Massie就說三十元兩枝啤酒一杯 買多少有送貨物 買一千盒都不會有送貨物 不是一萬盒都不會有送貨物 Massie是甚麼意思 好像有了 但你要付回送貨物 但是三十元就不會了 三十元是不會的 為甚麼三十元之前他們是買一百元的 都是微中取利的 三十元是因為昨天說過的 就是因為他們的啤酒是快到期 好像再一個多兩個月一樣 亦都免得搬 所以你們就可以自己上來買 經過我昨天做完節目之後 其實昨天還有百多批 現在好像只剩下十多批 基本上我想你們上來之前 最好打電話 3955-8673 就問問我們CS Customer Service 其實即是聖事三分鐘的美女 Christy 就問問你有沒有貨物 還可不可以保留給我們現在正過 是 是 是 如果不是 就認錢不認人 三十元是虧本價的 即是叫做James James Jane Kitchen 很高的 那些巨人廚房 是很高的 是 是 巨人廚房的那個James 其實叫做Undercross 即是隨便 因為也免得搬來搬去 上次做完開放的 大家留意 好了 剛才我們播完一段影片 當然這個是巴提亞的夜景 即是夜生活 Lights Live 一如過往 就像我們之前的 客家佬的旅行團 是 我們都是不斷在吹 因為要吹 昨天我錄了一個45分鐘的特輯 其實我不是錄的 是做現場的 我都想不到 我打算做20分鐘左右 說說說說說 說說說說 45分鐘 我覺得那一集目的非常有趣 基本上你昨晚聽完我一集節目 就等於你去聯邦提亞一兩 但是 始終跟現場是兩回事 微爛這個字 大家首先不要一定當 微爛就不代表一定是淫戰 無論怎樣說也好 其實我們本身的低俗旅行團 或者我們這個啤梨哥的旅行團 應該簡單說是通俗 是很低俗 即是和大家很貼地 而不是低級趣味 我們是不會悔人悔道 做一些壞事的 從來不會 你看我們的樣子都知道 當然你們自己要去做 在微爛生活中 享受那種微爛 為甚麼呢 做那種醉生夢死 在香港現在去到落後 在那裡說說 那些報道又不離開 那樣死女兒活氣 在那裡燒溪前走 我以為他是鬼 去泰國不同 你看幾個晚上 一天一到一天一到一天 一到一天一到一天一到一天 一到一天一到一天一到一天 那天一到一天一到一天 那裡的滑牙燈不是錯相 就啪了一聲 哇 每個都幾個都在阿哥哥 在那裡 你拿著 你想想 我現在拿著這個 不想知道是甚麼酒 一到一喝 這些男生也好 真的女生也好 甚至乎真的男生也好 他和你拋眉眼 我不是叫你去做甚麼壞事 我只是考察就是去看這些東西 感受一下這個活力城市 OK 再提一次 經我昨天出去 非常好 又有人報名 我覺得這次的人報名 為甚麼情況不太熱烈 就是大家都覺得是貴的 但其實你聽我昨天講完整個特質 大家請看昨天晚上的 《現代蠻合傳》第六節 以及你自己計算一下數 你自己去平時自由行買 下張機票四十三夜三四千元 你真的不用吃不用花 現在基本上是全包 不僅不是貴 是很便宜 如果你不是要做壞事 我跟大家講 你報完團 甚麼錢都不用帶 帶三百元 三百元就有千多匹 為甚麼要帶一千多匹 因為最後一頓 都會吃街邊食 那一頓 我猜林康正剛去完曼谷 吃得幾斤多錢 一百元港幣 你吃不贏 吃到你吐 為甚麼我們包到東西要去這麼貴 因為第一 我其實真的想試試一下 我們族有的消費力 第二 有些酒店 有些餐廳 真的不要說我看死你這班傻子 如果不是我們這樣帶隊 你自己 因為你去到泰國 不是你去到歐洲去到日本 你可能會進去 去到泰國 我相信大家都享受那種 很街頭的活動 你未必要進去 於是我們才會選擇這些酒店 或者這些餐廳 但無論如何 其實都是便宜的 我希望大家繼續 踴躍報名 記住報名去到你附近的生化旅行社 任何一間響多 啤梨哥旅行團 因為未必有貼出來 自然就立即有人跟你做事 帶上你有效的護照去 為甚麼人要看看你的護照 有時說得也不必 那些傻子真的很愚蠢 明明是我們11月4日去起行 原來到期日 你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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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三個月其實是不行的 要半年 有很多小的東西 可能就方便一些 那給錢 就只是給現金或支票 不收卡 如果不成團 30人都不夠 那些傻子 那些傻子 如果有20日 就在21日 我猜 我猜 21日 就是9月 就會給你們 那些傻子 你指定的生化旅行社 拿回支票 你給現金 他退支票 你給支票 他也是退支票 那為何我這次更加要吹呢 我說團得40人要這麼高 明輝 你都未報 是不是 五港元 你不高 你真是 好話不好聽 我們一集節目 幾萬人看 給錢的人 只有六七百 你真是不要看到香港人這麼大 真是不要說我說什麼 講講 另外昨天我們那一集youtube 就是那一節 因為我們的youtube是很多人看的 因為很多人趁家監聽我們 我們就被人恥笑 你媽媽 你啤梨搞旅行團 你低俗頻道的人 有錢去 你媽媽誰沒有去過泰國 幾千元和你們去 你媽媽吃屎 你媽媽拆 等等等等 即是關注我們 其實也是很多人 我知道我們很多族友 是聽我們的節目 在家裡都會把失意桶 因為為什麼 因為怕被家人說 大家講粗口 是 粗魯 香港人 是很厲害的 我跟大家說 自己厲害到盡 做了很多壞事 我都不要說 在政治層面 在商業上都是 但是他真的看不起人 窮人就看不起更加窮的人 有錢人就看不起中產 中產就是看不起窮人 一點憐憬心都沒有 你都沒有 你都沒有 你住在屋邨 你讀書就不是住在屋邨 你肯努力的 就不是住在屋邨 你撿紙皮 是因為你們不夠努力 這是很多香港人 真心真意的想 雖然他一方面 他會說 哎 政府這麼有錢 寧願高鐵也不搞全民退休保障 但是我跟你說 林康誠 可能你年輕一點 在我接觸過 我這個年紀 我這個老友的中產階級 基本上是100%差不多 是反對全民退休保障 我每次都說 你們兩派歷戰群 不是魚的 那群是魚的 不是魚生的 是 因為他們那群人 又不會自認沒有同理心 但是他們覺得 那個人是自己的將來 那些大右派 你跟他們說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 就算他很努力也好 他制緣也不好 或者有些人真的是 很厲害的 現在這個社會 你是不是要回答我 那個很厲害 從來不做事的人 包括就算是新愚民 你於是就有去餓死 你是不是 你說這樣不是 如果不是餓死 你真的要給他吃 真的要幫他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可以幫那些人 而不去幫他 你也沒有厲害 有些制緣沒有你這麼好的人 還莫說現在的社會 政策這麼傾斜 所以香港人是很厲害的 是厲害中之厲害 我應該要搞個團團 是要罵你1999 來罵你們遲到就罵你了 我再想想想 是不是才越說越想氣 我們是被對家恥笑 所以我說大家為什麼 我說要爭氣 快想些報 現在我沒有今天的最新消息 但是我收到的sleep 多了兩張 那也是大人 星期五又有兩年尾 我希望星期六日 那些機會會比較大 那些機會會比較大 只是跟我罵你 和林康正去旅行 那裡也罵你 此刻無價 講不多 還何況有這麼火辣的女生 譬如你說我真的看不過眼 要去教訓他們 叫他們不可以趁同學 正式經經找一份工作 一定要教訓 那你就要去巴提亞 真真真真真 才跟你做 說英文又可以說 泰國妹好多 未必會說英文 但是巴提亞的泰國妹 多數會說英文 譬如說 Hello baby 然後你就會說 How much baby 2000paps baby 那你這幾句都可以 too expensive baby very cheap ok baby 那大家都會懂得說幾句 或者 他會說 buy me a beer baby ok buy you a beer baby 這些 大家又可以學英文 是不是真的好多人 去泰國 Beer 炸波 炸波就好多人來講 好 我們先不要給對家指少 希望大家盡情去報名 我們去巴提亞也不是無的放肆 雖然不是曼谷 但起碼曼谷成為全球最熱門的旅遊城市 香港又跌出十大 你說兩句吧 曼士達卡公佈全球旅遊目的記指數 去年排第二曼谷 今年排第一 至於香港 十名不入排第十一 原來這個指數是132個城市 很多人在旅遊城市 去調查 很多人在旅遊城市 那些人是根據你的人數 結果曼谷排第一 反而倫敦跌回第二 於是曼士達的分析師 為何這麼多人會選曼谷是第一 四個字都說了 密超所值 曼谷如果密超所值 巴提亞仍然是密超所值 剛剛V好 有一個新留言 我去過巴提亞超過二十次 說你去二十次 我想你也教訓了很多那邊的女性 是的 初期裏說 泰國有幾百萬女性做消息 二百萬女性 很善感的食善 好了 曼士達克 一直是曼谷 密超所值得四個字 為甚麼呢 第一 曼谷給我的感覺 或者去到新加坡也好 是很英國的 以前香港也是 為甚麼呢 中環尖沙咀 甚至富岸角 很多時候 狀口狀面 尤其是我小時候成長的時候 都是外國人 我們看到外國人 當然覺得英國很多 現在聽來聽它又匪語 那感覺比較少 第二 曼谷的地理也夠大 食物又好吃 而且它也混雜了很多 即是新的摩 我想全世界都是這樣 新的商場 不過又保留了很多 那些舊的區域 因為它發展經濟 其實泰國是比較慢的 二十年前去 已經在市中心看到 這裏是高樓大廈 但是旁邊就是那些樓巷 矮樓 其實反而是很有一種 天國與地獄之間 我未必說是高樓大廈是天國 那種對比 對於外國人來說 就更加有一種 所謂的東方神秘 曼谷已經是去到全球第一 何況更加巴提� 所以我們所謂的巴提� 雅旅行團 第四天 我們都是早起床 吃完早餐 直踩到萬谷 去到市中心裡 拜祭大家 如果大家有聽過節目 就知道將會做到些什麼 還有我們會吃過 奧士的鮑菲 今次還有一些時間 是6點多的 還有可以做什麼 各出其爆 老實說去到那些地方 好像林康正那些年輕友 如果不能夠 十個八個 在泰國百貨公司 做卡卡的百貨 那些女生的電話 你死定了 就不會回來 很容易 穿著很容易 好 繼續講講香港的事 先播完影片 而且你要快點去 因為很多大陸客人 對 最早就全部講匪語 對 我們這次已經會避 先播完影片 讓大家看看 今次帶大家看看 四叔猶一真心力作 離奇都嚇死你的新拖盤 站到這麼低 坐著又怎樣 門都關不到 那要對門來做什麼 換個姿勢試一下 其實坐不了 再換這個姿勢看看 猜到嗎 猜到嗎 猜不到 為什麼廁所小成這樣 因為浴室 都只有這麼大 洗手盆都放不下 或者你可以這樣 坐在馬桶上洗白白 順便洗你的手 如果不是的話 就出去和Open Kitchen 出來洗手盆 看完廁所 一眼就看完 為什麼好像沒有床 發展商話 把梳化拉出來 就可以變床 轉 好 我們的豪宅上車盤 昨天亨利華駕 有多少人都會想上這些盤 這個盤其實不是太小 不是最小 這個加多 是賀文田加多利軒 只會說名字的氣勢 加多利 又不是加多利山 加多利軒 加多利軒 還要加上荷文田 還有 坐的士 這是一件事 我有一個老友 現在在說20年前 堅決要買山頂道 即我和他一起看樓 山頂道有一間 羅賓純道有一間 羅賓純道有一間 我覺得羅賓純道那間好一些 當然是買 那間貴了七八十萬 因為那時樓又貴 但現在就不一樣 他堅決要買山頂道 又不想方便 又是黑人包 又不想方便 又是黑人包 又不想方便 他最後都買了山頂道 為甚麼呢 就是要享受那一刻 他本身想要買堅島 羅賓純道 但是既然有那些盤 又不是差很多錢 他就要享受那一刻 山頂道 其實這件事 發展商很捉到香港人的心態 所以這個叫賀文田的加多利軒 是繼不覺尚遇之後 又是四宿 又是我說這個 你兩位師班都出賣 快到訂了四宿的產品 我想我們不要批評到它 那麼準 我們一定會說 你要不要當銀是人 要賣這些小樓 但是如果 你作為商人 請我們平生而論 你建立一些合理的樓 譬如說四百多呎實用的 兩房 你真的要過千萬 地價和建築費各樣各樣 那你怎樣上車呢 剛才你們在看的那個 並非是小單位 它有190呎 它最小的單位是161呎 那你190呎的單位 問心一句 我不要當它多了 三百多四百萬 其實阿亨 我覺得四百萬也能賣到 不過阿亨你說應該三百多萬 就可以了 他說外面的新盤同區 是二萬元呎 如果是二萬元呎 最便宜的是161呎 那是三百二十多萬 你媽媽 買這樣的房秤 三百多萬 就令到有些人 可以存錢 譬如是九成首期 硬上車 但每個月供萬幾兩萬元 我不是說什麼 你實在是太不合理 這個社會 去到這麼極端的時候 你有那幫人 但是寧願考慮 上與不上車 不上車 就繼續租很貴的劏房 上車 起碼我可以租到幾個公樓 那些傢伙是這麼想的 你媽媽 大家出來 真的要睡街了 我真的覺得大家不要受這些氣了 你媽媽怎麼搞 我不會說四叔沒有良心 為什麼呢 他還會有很多這些人 還會有很多說話 合理化自己的敢做 第一 他真的很體諒 讓你們上車 去不起這些樓 誰建的 你一輩子租人樓 他還會這樣想 他真的會這樣想 以前我們所謂世極的單位 就是河畔那些 都沒有至於那麼離譜 對 然後還要搞 說真的 你好像剛才那個廁所 唯一一個用法 就是拆掉玻璃幕門 就好像我們以前的年輕人住堂樓 都不壞 不過那時候沒有這麼講究 基本上 在拿著洗澡的時候 就濕掉了廁所 你還想像有一個玉瓶 肉簾嗎 他好像連拿著花灑也沒有位置 他一直在馬桶上面 所以其實要拆掉玻璃門 你不用自己馬桶 就站在外面 一沖洗澡便會濕掉了 就是廚房 你想外面廚房就還外面 現在回到廁所裏 你的廁所都這麼敏大 你說怎麼搞 大家是不是應該要上街睡覺 我覺得 那些政黨組織 一拆掉玻璃門 就已經連住廚房 所以你要洗澡 就是要站在地上洗澡 就要遇到射濕整個廚房 就是廚房 廚房旁邊就是你把梳化 就是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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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洗手 也是洗在廚房裡洗手 就是 有支從政的朋友 現在有這麼多社會議題 不過近來就好像對那個 大家集中了去看那個 環收事件 香港人還不夠窮 而且還有家裏接濟 還可以回家住 你們是 你們是 我有一些老朋友 30歲 終於叫他搬出來 譬如他是住大埔 本來的家裏 他現在就在W酒店做事 又或者在對面 海曼豪酒店做事 車程比較遠 交通費又貴又要時間 索性不如看現實一點 不如是灣仔 或者佐敦島 旺角 甚至深水埗 做個劏房 但是劏房移動 七八千 如果灣仔隨時會過皮 一定會過皮 還是灣仔隨時會過皮 你說怎麼搞 這就是香港 講完這些多餘的 純粹就是因為現在香港的經濟 其實主要不是差到一個地步沒有飯吃 還有屋住 還有一班人受惠 其實香港很多人受惠 尤其是現在五六十歲那班 四五六十歲那班 包括我 於是 所謂的勇武抗爭 其實就是難有市場 也解釋了我昨天表演 為什麼表演得那麼厲害 就是 他們同一班人 為什麼會支持 烏陷抗爭 而屌刺你們的香港 譴責你們的香港 去抗爭 因為他們實在是 什麼經受不起 他們的樓其實很簡單 樓宇會貶值的風險 而他們 既然已經安排好後路 拿著外國護照 又有編 又有幾多個業主 包括我 是這麼願意和大家同金共苦 他拿著外國護照 的時候 即是說他現在這個所謂的永久居所 除了升值之外 也是一個 真是他們的唯一資產 他只會不斷升值 在香港真的不想怎樣的時候 賣樓 拿著大錢 去到外國 探世界 所以我們這個也解釋了 為什麼我們在外國的網友 在外國的香港網友 特別熱心香港的政治 為什麼呢 不怕得罪 也不怕得失說句 這個也都是他們對自己良家的良心贖罪權 所以他們是不倫息時間 金錢來聽到你的網台 坐飛機回來 支援你們的政治組織去捐錢 但是自己就很清楚了 用腳球票 既然還是支持我們去爭取民主 我也覺得並非是最不堪 也是合理的 因為個人不為自己 但是最不堪的就是不要說出來 又說要爭取民主 要抗爭 然後就指責另一些 和你只是路線想法不同的人 只不過是想試一些新方法 其實也不是新方法 從小到大 陳勝不說也是打出來的 又或者 只不過是想更加卑鄙地 是繼續趁著現在太平盛勢 去騙多幾年前 你老實說 幾百萬 你們說買這些樓都不買 你老實說 很多人不買 因為買不到樓 就是等於 現在大家說回來 我真的好 當日海船門出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有一隻單位新鴻基 五百多呎 五百多呎 一房開放式 那時賣三百多四百萬 嘩 真棒 我們真可憐 結果在一兩年後 現在說零八 應該是八百多萬 現在我跟大家說 這些房單位都過了千萬 當然 那裏最少兩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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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戲 休息一會 不用客氣 賺錢 下班 我們要客氣 再找一遍 我們去買一遍 花記泰特家 媽媽 吃蘋果醬 要喝當然是喝這隻 來自日本清心縣的 瓶莊蘋果汁 這枝蘋果汁 是由五種蘋果 調配而成 100%原汁原味 現在在華記還在做泰特價 六支裝只不過是賣390元 馬上來MIHK網店選購吧